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现在景区为了方便游客休息 几乎在各个地方都设有凳子 其中大部分用的是仿木的混凝土凳 这些凳子看着倒是挺结实的 实际上还真不一定 在越南制造这种仿木的混凝土凳子 真的是相当的粗糙 简单的用沙子碎石和水泥 搅拌一小桶混凝土浆料 准备几根铁丝就够用 凳子制作一般是先从支腿开始 把混凝土浆料灌进模具里 再放上几根铁丝 倒入混凝土填石 等待干燥即可 然后制作凳面 混凝土砌成拱形后 扎上几根稀松的铁丝 再继续用混凝土覆盖 并撒上石灰粉 拿蜜子板磨瓶就好 靠背的制作方法和凳面一模一样 接着凳面干燥后 在背面稍微抹上一层水泥 固定几根铁丝 把支腿放上去缠紧 再抹上一层水泥 凳子就基本成型了 包括靠背 同样是用铁丝缠紧 抹上水泥固定 说实话 我觉得一些劣质的雕塑 都没有这么草率 不过最后的喷漆工作 倒是挺细致的 纹路颜色都相当的讲究 虽然和真正的木凳相比 还是不太像 但也算是一种童话风吧 不是我挑刺 就这凳子 两百斤的胖子坐上去 能撑得住吗 看来以后在景区 还是要少碰这种凳子 据说我姑妈的表哥的大儿子 就是这样摔断腿的 因为ß Pona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